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说起雷锋 在我国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而雷锋生前所在团也随之名扬天下 近些年在河南省的邓州市也有一个名叫边外雷锋团的团体 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他们这个雷锋团不但有团旗 而且还有编制和办公楼 那么河南邓州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边外雷锋团呢 他们与真正的雷锋团有没有关系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邓州边外雷锋团 2012年的2月下旬 我们数字组来到了河南省邓州市 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听见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曲 南阳邓州边外雷锋团有专门的办公地点 有专门有专门的这个纪念馆 这就是邓州边外雷锋团的团部 他说那是等我呢 这是我们这个邓州边外雷锋团团团长 这个是我们这个雷锋团的第九任团长转业回来的 他说那是我们这个边外雷锋团的政委 要政委 为什么叫边外雷锋团呢 我原来是雷锋团了 我离开雷锋团 不能说我还是雷锋团了 雷锋团的老兵 老兵出来后的 还算雷锋团就边外了 我们实际上脱了军装 离开的不低 但是心还在雷锋团的血量 董青梅告诉我们 早在1960年8月 他和560名河南邓州籍青年应征入伍 来到沈阳军区某工程兵团 与早八个月入伍的雷锋同志 在一个团训练和生活 有的还和雷锋分配在了同一个联 是咱们团齐 是团齐吗 是团齐 从1963年开始 邓州籍入伍的战士服役期满 陆续转业 退伍回到了家乡 那时全国掀起了 学雷锋的热潮 他们作为雷锋的战友 不仅深感自豪 在为家乡经济建设 积极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把传承雷锋的精神 当作择无旁贷的使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这种区 立封学咱们的登录这区 都登录八个以外 现在是编程 这个有团长 有政委 科大王寺 分科 然后分医 老医医 老二医 老三医 教育医 电力医 少年医 大学生医 现在是连老医 一共是13个医 1997年4月 中共邓州市委市政府和市人五部决定 按民兵建制正式成立边外雷锋团 从雷锋团转业回来的第九任团长宋青梅 把他的团长生涯延伸到了边外雷锋团 这是我们吃饭食 明天有四个老战友在这吃饭 云六吃饭 一个礼拜换一次 边外雷锋团在邓州 他只说一顿这样 扩展那么快 说明 这就说明他的生命力所在 三个学生反而是需要 光大人民群主 光返参与一个事业 那么更需要雷锋精神 来来鼓励 来激励 来拥聚 来团结 人民共同建设美国家 你这人讲话 离台评 谁说学雷锋 时空谈 你要不相信 请往邓州看 五百六十个 英雄好看 都在邓州 红城一片 包括这个 雪丽风 时空 英路员 这个广场 维画展演 我们一位白人呐 演唱你的来 来宣传这个 边外雷锋团越叫越响亮 成为了邓州市的一张名片 2003年邓州人拿出计划 建市政府办公大楼的200万元经费 建立起了这座2400平方米 高40多米的英外雷锋团展览馆 而市政府到现在仍然在旧楼里办公 这是雷锋下来了 就是1961年 我和雷锋一块出席了深阳军区 收集工程团员代表大会 我们两个人在深阳开了九天会 会结束的时候 我也请雷锋过前面六年 当然雷锋在外围上写下了 亲爱的宋兄弟同志 宋一级约卡 一个革命者 就应该把自己毕生经历和整个生命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共产主义全部付出 占有雷锋 他这个提示 他这个增长不仅是国家写的 我希望和要求 实际上啊 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以后的日子里 宋青梅在雷锋的鼓励帮助下进步很快 不久就入了党当了班长 再后来 宋青梅一步一步的成长为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团长 1985年 时任雷锋团第九任团长的宋青梅 迎来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正好那年是赶上这个百万大菜军 作为雷锋长应该服从国家去 当只想当的 当要干就要干 需要自己干 不需要 愉快地离开 宋青梅服从组织安排 转业回到了邓州老家 到邓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当起了副主任 宋青梅这个副主任已当初是十几年 主任换了六届 但他却毫无怨言 尽职尽责 广受干部群众的好评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 和宋青梅一样 雷锋团五百六十名官兵 一个一个的退伍回乡 有的当了干部 有的在工厂做工 有的在乡下务农 但无论他们在哪个岗位上 他们始终都把 我是雷锋的战友 作为最高的荣誉 坚守共同定下的 我是雷锋的战友 不能给雷锋抹黑的诺言 截止到二零一年年底 他们五百六十人中 有四百多人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前进工作者 和精神文明建设标兵 一百多人立过功 受过奖 原梦 原家 原幸福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从1960年算起 邓州已向雷锋团 输送了五批兵员 这些官兵从雷锋生前 所在的部队回来后 就是一颗颗传播 雷锋精神的火种 邓州边外雷锋团的出现 又为邓州人 嫁起了一座 了解雷锋 走近雷锋 征座雷锋的桥梁 午春前 你要在哪儿啊 小子 午春前 午春前 也是从雷锋所在部队 退伍回来的一位 老兵 他回来不到三个月 就因为一次英雄壮举 让乡亲们对他刮目闲看 事发的那天晚上 他和女朋友下班回家 走在漆黑的胡同里 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救 女儿先救命 然后这难得多 顺悟了 然后我开完一年 我就到这个地方 叫第一次波动 第一次波动 波动摇的时候 他就是跑了 当时已经复上了了 三次伤都复上完了 然后就 又追着一趟 遇到那个那边 然后第二次 他在那边 才抓住他 势手空拳的顾春泉 被带出刺证了三刀 可顾春泉不顾个人安危 紧追不舍 追出去三百多米远 将带途制服 当警察将犯罪嫌疑人 带走后 顾春泉 也失血过多 晕倒在地上 给群众紧急送往医院 抢救 听到你在 健康的事情后 感到非常高兴 就我们研究决定 统一 加入灯州市变外领 成为我们灯州变外领 已经成为了 现在呢 那张忆发个证书 在邓州 宋青梅的知名度很高 是个比市长事儿 还要多的大忙人 因为编外雷锋团 有十三个营 四千二百一十六人 分布在邓州市的 各行各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 编外雷锋团 又多了一个特殊的队伍 八有营 不是我今天想起了 你要不要打了 空间打了 看见可多了 每次到八有营 宋青梅都高兴的何不拢嘴 因为有了这个八有营 他工作起来更省力了 这是谁是营长 叫营长 他们营长 这都会营长 会营长 这营长 我命叫 韩克编猪 真正的命名叫 城东亚 现在八有营注册八有 有一千多人 他们从虚拟的网络环境中 学习雷锋 又从网络中走出来 传播雷锋精神 从成立到现在 八有营已经完成了 十一起救助任务 今年的正月初十 八有营又对不幸得了脑出血的马刚 抓紧了援助行动 对于马刚的情况 八有营是从一个叫 邓州懒人的网友 发出的帖子中得知消息的 在知情网友的帮助下 我们要去见一见邓州懒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魅惑的人 那你会唱这首歌吗 会啊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魅惑的人 他再联系另外一个人一起过去 他再找一个 嗯 再找一个 上网络的 来来往里面 来来 好 你网名什么呀 赞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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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不像老师 咱赞珍老师 网名啊 网名赞珍老师 赞珍老师 那你真名叫什么呀 张森 前面 赞珍老师 看到了他 哦 就这儿啊 哦 这是谁 这就是发起者 邓州懒人 是 这个 就这麽可能发起者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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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名叫邓州懒人的认人 其实一点都不懒 他是一个个体户 真名叫海福林 海福林卖一天的馒头才能赚到二十几块钱 和他一次就像毒病的马刚捐款一百元 现在马刚的病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时常会有巴有银等社会各界人士来看望 关心他 马刚母子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 每年发展一百 会值一百二十名 今天对邓州城区第一初级中学的学生们来说 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 因为学生自己评选出来的一百零二名学生和两位老师 要去参加边外雷锋团少年营入营市 这是我们少年营的营气 这是边外雷锋团收入的 边外雷锋团收入的 自学生开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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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草 东州市边外雷锋团少年用 接受新城院荣誉史现在开始 新城院宣誓 我志愿加入东州边外雷锋团 遵守团队方程 和雷锋一同当兵的人现在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像今天这样举行入团仪式新那新城院 是宋青梅和他的众友们最高兴的时刻 就做雷锋精神传人 当年去当兵雷锋一个班 服务院回家转 各个做工县 在人间处处充满了新色软 无缘又无悔 谈之五十年 东面里风钢 西边边敏燃 人人都把雷锋精神传达 有谁的火雷锋 也把风捞浅 各行各夜 真的是麻烦 他们就是当兵雷锋 人外雷锋团 说实在话 完成这次采访任务 我最受处动的是三个一 一辆车 一张桌 一句话 宋青梅每天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下班 他的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放着一张可能与他兵零一样成组的办公室 他们总是重复着一句话 雷锋走了 可他的精神永远在变 编外雷锋团团长宋青梅 望着远去的刚刚加入编外雷锋团少年营的102名学生 高兴的说 他的一块心病解除了 因为他们邓州籍560名与雷锋亲密生活工作两年的战友 现在已经有200人去世 其他人也都已经白发苍苍 那么怎么能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呢 如今有了最好的办法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和平年代 再见 二十年前张子祥的事迹曾打通过无数人的心灵 二十年后 朕有却说 子祥已不是当年的子祥 我们下面有些同事 知道三公里去检查 都害怕 都怕他 二十年时光飞逝 他是否激情犹在 能否再次给予我们心灵的洗礼 只有能够有时俱进 他能产生有旺盛的生命 否则他就能昙花一笑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 又见张子祥